在縣服前廣場,聖火傳遞的運動員在10月27號的下午4點半來進行聖火傳遞 105年全民運動會聖火傳遞,傳遞到台東縣政府燭火交接 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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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聖火傳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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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次為了參加全民運動會台東縣也派出187名選手張乾婉春賽 並且參加了15個運動項目 今年參加運動會的鼓勵中有233折套 去年我們得了三金、七金、四銅 我們今年有預備了六個秘密的獎勵 暫時的武漢服務 我們有希望得獎、獎勵、獎勵 台東的運動員在這次的運動會當中 一定會讓我們台東寡目相看 這次是105年的全民運動會在台中市來辦理 台中市的聖火隊今天從屏東來到我們台東 我們台東安排了新生國中的女子籃球隊的小朋友們 來充當聖火手 今天會在市區做一小部分的繞行 明天整個聖火隊會再往花蓮前進 這次的全民運動會 台中市辦理是在11月5號 就是下一個星期六會做開幕 開幕典禮之後 台東縣總共派出了230餘名選手 在這次的20幾個運動項目裡面 努力的來爭取家機 那希望我們台東縣的縣民 都能夠一起來為他們加油 也希望大家要為選手加油 期望屆時能夠為台東來爭光 東台新聞溫格台東市採訪報導 trivia 為此 spider